这几天有个科学发现引爆了全网 中国研究团队发现了利用月长大量造水的方法 本期视频结合火星救援聊一聊这几个有趣的话题 火星救援上映于2015年 由国际影星马特达蒙领先主演 故事比较简单 讲述美国宇航员登陆火星后遭遇了一场沙尘暴 宇航员马克被大风卷起的飞船零件击中后晕死了过去 其他队员以为马特已经死亡 只能把他的尸体抛弃在火星上 驾驶飞船迅速撤离 马特醒来之后设法联系到美国NASA 让他们再派一艘飞船营救自己 这部电影就是围绕求生和救援这两个主题展开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部以荒野求生为主题的科幻片 只是把恶劣的自然环境设定在了火星上 马克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食物严重不足 他想通过种植土豆获取食物来源 而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水 稍微有点化学知识的人都知道 水分子是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成的 所以马特把空间站储存的液氢和液氧 等比例混合之后点燃 就有了水蒸气 而水蒸气冷凝后就变成了水 相比之下 中国团队发建的月壤制水方法 既有优势也有劣势 众所周知 月球上因为没有大气层 经过太阳风亿万年的辐射之后 存储了大量的氢 如果把月壤加热到高温状态 氢能与矿物中的铁氧化物发生反应 生成单质的铁和大量的水 相关的学术论文已经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发现 根据推算 一吨月壤能产生51千克到76千克的水 足够满足50个人一天的用水量 具体的论文内容我没有看过 但从媒体报道的原理分析 实现这个操作的过程应该不会太过复杂 即使因为技术难度 无法实现高转化率 也就是说 水的置换量可能比较低 但也足以维持早期的探索活动了 有大量的时间 供科学家们提升技术水平 这项发现最大的优势 就是减少物资运输成本 让宇航院的生活 有了基础保障 劣势 就是要研发相关的制水设备 不过相比之下 优势无疑更加明显 我这么说是有充分的道理的 中国计划在2030年前 实现载人登月活动 之后开始建设月球基地 这期间至少有20多年的时间 即便在2050年前后建设完成 月球基地的常驻人数也不会太多 哪怕到时候只有10%的转化率 也就是说 一吨月长只能制造出5000克的水 也足够5个宇航员 维持基本生活了 火星救援里还有一个情节 马克种植土豆时 用粪便作为燃料 他还把这个故事当作笑话 调侃自己 2023年的时候 欧洲科学家宣称 有重大的发现 指出人类的粪便可以用来当作肥料 种植蔬菜 并且安全性很高 这个消息在一定的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但中国人或者说亚洲人 却听得一头雾水 因为这是农业种植里的基本常识 难道欧洲人到现在才知道吗 其实这个报道有很多夸大的成分 圣经里就提到过 把动物的血淋在土地上 能让植物生长得更好 在古希腊的传说中 也有用牛粪滋长土地 让农作物获得丰收的故事 从罗马帝国时期 中国农民就大量的焚烧森林 用牲畜和鸟树的粪便做肥料 还会把植物的根茎埋入地下 等它们腐烂以后当作肥料 由此可见 早期的欧洲人是懂得这些技术的 只是很少应用 翻阅历史资料就知道 欧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农业毫无发展 几乎处于停滞阶段 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地广人稀 这一点和中国有很大的区别 自古以来 中国的人口总数 一直远超世界各国 所占的比例超过了今天 比如在汉朝以前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在五分之一左右 秦朝后上升到四分之一 到了宋朝甚至达到惊人的三分之一 虽然之后有所下降 但原明清依然维持在四分之一上下 这一点也证明了中国农业的发达程度 因为如此庞大的人口 主要集中在中原和沿海地区 粮食产量低了 根本无法维持基本生存 农业是其他产业的根本 所以历朝历代以来 执政者都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 想尽办法提升农业种植水平 反观欧美国家 他们人口稀少 还拥有富饶的土地 解决粮食产量的主要手段 就是扩大耕种面积 这远比提升种植技术 更加的经济实惠 一亩地不够吃了 就砍伐森林 多种一点 说到这里 大家就明白了 粪贬施肥 在欧洲早就实践过 但是他们缺乏系统性的种植技术 于是当欧洲的科学家 公开这个研究成果时 才引发了很多人的诧异 最后麻烦你订阅关注一下 记得点赞 我是小本 下个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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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